哈喽 姐妹们 我又吃肉肉了 先来一块肥瘦两串的 马上嘴 太烟了 麻烦个个儿去聊一下 要不下面的太热了 蛮好香 拿太多了是吧 免费代数 好 太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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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装了几杯吧 吃碗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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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又来了 又是这个中西合璧吃法 哇 哇好香 这个不卖 吃碗粉 刚刚好一点都不老不拆的 大家好,我是乔妈 我们家都特别喜欢吃牛排 说到煎牛排 妈妈还是小点心得的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家庭煎牛排的进行方法 首先牛排最好选这种圆煎牛排 自然解冻后 用厨房纸巾吸干表面的血水 表面搭上海盐粒和黑胡椒 再涂抹一层橄榄油 充分抹匀后 腌制10分钟左右 平底锅先烧热 倒适量橄榄油 油热后再放入牛排开始煎 看到表面煎出血水之后 再开始翻面 把另一面也煎一下 如果牛排比较厚 表面煎去的时间也要久一些 切到表面都完成变色后 放入一套黄油 大蒜一杯酱炒 转小火 表面各铃油一分钟 煎好之后醒肉3-5分钟 就可以开始享用了 相信我 炸煎的牛排绝对不熟悉餐厅 口感刚刚好 不茶也不腥 喜欢吃牛排的小伙伴可以 麻辣小羊头 好 超濃烈的 超濃烈的 哈喽姐妹们今天吃羊排 放点蒜蓉辣酱 比生 RPG 超濃烈的 不太濃烈烈 弯髓 呻练 我去吃酒吧 我來吃冰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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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吃冰糖 我來吃冰糖